中国新闻网报道 俄罗斯呢说准备好了和乌克兰的谈判 这就是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 威尔西尔在接受采访时说的 谈判谈判 其实死习白天想谈判 其实这个信号 他们也早已就发出这个东西 也不稀奇 是吧 为什么呢 就是结果是必输无疑 你即便你逼到最后 你要用大炮上 你还是输 大炮上大灯泡什么 这个 还是输 那你这个最终结局就是个输 你天天上上 你送人头 你顶 你现在怎么也顶 顶不上了 现在就是援助 他的对手援助越来越大 那个量 越来越多 说远程武器 飞机都要来了 现在不是坦克的路续都要到了 现在就是送人头了 是吧 你这个 绝望 你太绝望了 这种现状啊 但是为什么又谈不了 因为这个关系到个人的命运 也就是凉凉 也丁丁 也关系到的命运了 是吧 他一人化石 你这里来吹风 你没有用这些人左右不了局势 你本来说你测军不就可以力气谈了吗 是吧 为什么不能测 因为一测那个人就要下台 就要清算 他死路一条 所以他一个人就顶着 所以说成百啊 成千啊 成万的人 甚至还不知道裹挟多少人进去 就是因为这一个人 不得不说那片土壤 那套运行的逻辑 尤其是运行的那套逻辑 是顶级人类的邪恶 就为他一个人 不停的有人上里面送人头 是吧 而他自己还有几年活头 都不好说 是吧 就是愚蠢的人类 给大家进行上演 是吧 而且呢 还有这个愚蠢的这些个 盲纵在跟从的 你谈恋爱的时候要看好 是吧 看好这个哪个愚蠢 哪个不愚蠢 如果你再看不好 上帝也没办法 给你们演这么大场戏 众多人在那里送人头 你受益的就是在这里发现愚蠢了 你还发现不了 那怎么办呢 我也没办法 是吧 我连上帝的影子还忘不到了 上帝对你都没办法 我也能如何呢 只能祝你们好运吧